据中新网1月29日报道 澳大利亚防长派恩 近日在英国智库战略研究所 在新加坡举办的有关论坛上发表演讲 表示扼杀中国经济增长和繁荣对澳没有任何好处 澳对扼制中国不感兴趣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9日回应称 中方注意到相关报道 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澳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我们期望澳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基础上 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就新闻本身而言 澳大利亚方面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向中国表达善意的同时 也在有意进行某种澄清 因为在一些别有用心的言论引导下 澳大利亚正在走向中国的对立面 无论如何澳方的所作所为 都是值得欢迎的 但更关键的一点是 澳大利亚方面还需说到做到 言行一致 作为美国的盟友 西方圈子内的国家 澳大利亚此前做出了很多小动作 不仅不够礼貌 而且建制中国 这包括在南海问题上的指手画脚 对中国正常投资行为的无端污蔑 以及给中国高科技企业设置门槛 泼脏水等 或许澳大利亚将对美政治关系放在了首位 并且因此而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 改革开放自十年以来 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并且给东亚乃至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 带来了长久的活力 这个巨大的贡献不容忽视 与此同时中国在其他方面 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譬如国防力量建设 科学技术突破等 这些成绩虽然是中国自己努力的结果 但引发了一些国家和势力的眼红 寂觅 甚至是抹黑 污蔑 加之这些国家和势力本身的冷战思维 于是呼一场人为的唯独遏制中国的大戏 就开始拉开序幕 澳大利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暂且不论出于什么目的 的确充满敌意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突破了中国包容的底线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 中澳关系虽然经济交流很多 澳大利亚从中受益颇深 但政治关系却每况愈下 用正冷惊热似乎都不足以形容 这种政治上的持续降温 必然会给两国经济关系以及整体关系带来恶劣影响 在外交部的回应中 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那就是希望澳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也是中澳之间唯一的障碍 中国作为亚洲大国乃至世界大国 有足够宽广的胸怀 也愿意同一切友好的国家做朋友 怀抱始终敞开着 对于澳大利亚而言 及时停下错误的脚步 并正视中国的影响力 以承担物之急 中国虽然愈发强大 但这只是一股和平力量的崛起 不用有任何疑虑 中国的所作所为 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从来不会把任何国家定义为对手 携手并肩 合作供应是中国的一贯理念 这也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姿态 只是如果有任何国家和势力 试图鸣枪案件的针对 甚至攻击中国 那中国将别无选择 中澳关系原本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当澳大利亚想明白了 并且能够言心一致 那么就当重整形装再出发 中国更愿意多个朋友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下关注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